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 俄罗斯在2017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受了超过140架个型飞机 其中有70架固定义飞机 而欧洲在2017年也制造了近50架战机 虽然这个数字相对于欧俄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比起中美这两个航空业巨额还是相差甚远 美国在2017年足足建造了80架F35和其他各类型战机 总接受飞机数量超过了200架 而中国仅在2017年固定义战机制造数量就超过了120架 再加上不低于200架的直升机产量 中国每年制造先进战机数量超过300架 此外还有数百架无人机 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 中国都拥有了赶超巴达国家的资本 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力量 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 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仅仅只有一个航空公司在制造飞机 中国国内的固定义战机生产商有四家 其中有生产固定义战机的沈飞 成飞和宏都航空公司 还有生产轰炸机 预警机和运输机的西飞 这四家公司每年就会生产上百架的大型战机 其中成飞是我国生产能力最强大的航空机台 2017年成飞不但生产了超过50架歼10C战机 还生产了约25架歼10C战机 再加上一部分帮助巴基斯坦生产的FC1战机 总产量就超过了60架 在2018年歼20太行型试飞完毕 并且将脉动生产线铺设完毕以后 我国仅每年歼20的生产量就能超过100架 而沈飞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生产战斗轰炸机和舰载机的飞机制造机团 也拥有相当强悍的制造能力 2014年歼16开始装备部队 我国歼16至今为止数量已经超过了三个团超过70架战机 装备数量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苏34 除了歼16和歼11以外 沈飞生产的最重要战机就是歼15舰载机 虽然我国歼15舰载机看似生产速度并不快 但根据我国军事专家的说法 歼15舰载机仅用于执行弹射任务的歼15B型就超过了10架 因此才能达到不到三年就能弹射上千次的实验水平 而第二代舰载机的发动机也更换为了国产的太航发动机 作战能力完全不亚于西方的先进舰载机 而在直升机制造方面 我国直升机制造数量已经超过了每年两百架 仅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我国就将陆军所有的武装直升机更换为了直石和直石九型 而13个航空旅装备直升机数量超过上千架 此外我国直升机制造数量在2015年就已经突破了每年两百架 据我国相关方面负责人宣称 我国直升机生产速度至少还可以提升一倍 达到每年400架的水准 能够让我国陆军在十年内追上美国的水平 强大的工业实力才是军事实力的基础 我国空军中先进战斗机数量已经超过1000架 仅仅20就超过了15架 相对于基贫弃弱的俄罗斯空军 我国空军无论是在作战能力和装备数量上都大大超出 其实面对美国也有还手之力